五国男子羽毛球队阔别57年 第三次登上2022年 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宝座 朝鸭领袖纷纷线献上祝贺 首相纳杜斯里·伊斯曼·沙比里在脸书发文 恭喜国家队战胜印尼队拿下冠军宝座 青年级体育部长纳杜斯里·阿莫·费沙 和前首相纳杜斯里·纳吉也发文 恭喜国家队创下了历史性的一刻 而前任青体部长塞沙迪在脸书发文 祝贺大马队在自家主场夺冠 回顾比赛的成绩 五国在决赛凭着第一男单李子佳 第一男双谢定峰和苏维毅 还有第二男单黄志勇 直落3比0战胜四连霸主印尼 成功拿下继1962和1965年之后 第三次冠军